去年成立主力研發多媒體實時通訊 和協助軟件的香港公司 金資通訊 You See Now 今年推出了模擬座談會 及隔空即時傳譯等等 暫新的即時通訊服務 市務總監潘以勤就說 一帶一路帶動了商業軟件的需求湧現 希望為港商 尤其是中小企 拓展對外的商機 現在政府有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的國家裏面 其實很多地方未必是 我們熟悉的兩雲三二可以解決 於是我們就做了一個模式出來 但怎樣可以在這個情況下 例如當作是TDC 你可以提供一個即時傳譯服務 我就在這裏用You See Now 利用這個Track的服務 就駁著了一個翻譯服務 它是會聽到我們兩個的對話的 它就可以在他的辦公室 幫我們提供即時的翻譯 無異的意思 即是以往我有一個檔檔 我有一個講者 我有五個講者 我需要有五張椅子 現在最極端的個案 是可以一張椅子都沒有 但是人們就會在這裡說 如果你看外國的新聞節目 很多時候他們的訪問都是這樣做的 用家和客戶其實是不用投資新的製品 即是說你有手機 你有平板 Notebook 或者一些電腦其實都可以的 裡面其實它是以 搜尋器 即是Chrome Safari QQ 360 Firefox 你有這些裝作 以及你的機器本身有鏡頭 有麥克風 就已經可以用到 因為相對於你說要付很多錢 要投資很多製品 要請一隊人來裝 要那類的大型系統 那類可能對中小企來說 其實是一個壓力 而且以香港 其實始終都是以中小企為多 我便覺得這個對我們是一個優勢 作為一個香港公司 香港的技術公司 去做產品設計和開發 最大的好處就是 我們對本地用戶 因為自己都是本地 在亞洲地區 大中華地區的營商 對營商上的 香港消費者的特性 我們會比較清楚 溝通是重要的一環 因為任何商業關係 人與人 公司與公司 要做到生意 要大家開始這個關係 一定跟溝通有關 所以我們是 我們會希望將這些不同的 熱身的應用 可以介紹給香港的中小企